大家好,我叫阿兹古利·吴普尔 是乌鲁木齐规计一创团队的负责人 我们是一家在毛皮上做画的团队 我是在2008年有一次骑马的过程当中 突然有了灵感觉得 如果我在毛皮上能做出作品 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就开始走上了毛皮研发的道路 结果没想到的是 虽说过了那么多年 我们一直在研发 但是我在2015年回到家乡以后 我就正式地把它当作一个事业去做了 然后就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吧 现在也算小有成就 我觉得有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团队 能把一个新的艺术形式推向社会面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荣耀 我们的作品也参加过很多国内外的展览 我们的创业之路虽然很艰辛 但是我跟这样一群有志青年吧 这样的我的这些学生们 一起在毛皮画创作的这个道路上 一直在坚持着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温暖的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艺术形式 能走得越来越好 走向更大的舞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